現在很多人會選擇斜槓 利用副業增加額外收入 根據外國媒體報導 今年有四種收入相當不錯的斜槓工作 可以當賺外快的參考 現在人工作忙碌 很少時間能夠好好整理家裡 越來越多人選擇聘請管家或私人助理 處理日常生活的各種事務 以美國來說 家務管理職務 時薪大約從 15 美元到 30 美元 自王Chat GDP 問世後 各企業對於 AI 人才的需求大增 國外一家自由建案網站統計 2023 年 1 到 7 月間 AI 顧問搜尋量成長了 650% 該網站表示 深入研究人工智慧技能 絕對值得花時間好好學習 這已經成為現代的趨勢 根據美國統計 AI 專員的時薪 約從 50 美元到 150 美元不等 薪資高低 取決於自身對於 AI 的專業能力程度 疫情過後 2023 年 1 到 9 月 旅遊業快速復蘇 目前大約回到疫情前近 9 成水準 文章建議 如果你是居住在家鄉 或是對於該城市相當熟悉 可以考慮擔任當地的旅遊導覽員 以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為例 在地導遊的起薪大約每小時 58 美元 老年人口大幅增加 也越來越講求健康 所以高齡者健身運動也成為一大商機 除了健身外 也有公司提供網球 高爾夫球 拳擊 甚至是衝浪課程 以今年在國外流行的匹克球為例 私人教練的時間約從 141 美元起 人間福報綜合報導